主料,新鲜鸡0.5汁,主料,麻油一杯,生姜三片,大蒜五半,小葱,冰糖,九层盘一把,酱油糕一杯,料酒一杯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锅韵后加入黑麻油爆香姜片至透明状,加入大蒜瓣,葱的火红胶片,鸡肉快一起炒,炒至鸡皮,卷起微薄时加入料酒, 黑酱油糕,继续翻炒一会,加适量冰糖,转中小火煮去一分钟,当汁液煮至快收干时,将炒好的鸡块放入热砂锅中,最后加入九层茶,然后盖上锅盖大火再加热10秒,上桌后打开锅盖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鸡肉洗净切换,不需要开水参烫,台湾酱油糕较浓稠,没有的话可用生抽, 老抽加加适量好油带气,用量则根据材料的咸蛋适当扫折,家庭制作可选热放入烧锅的步骤,直接加入九层茶即可,九层茶不易加热过久,会使其特有的香气消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